直播室內有傅嘉莉 Kelly Hello 你好 其實這個節目剛剛找到你的時候 同事說傅嘉莉是有德國血統的mix 我就在那裡看 但發覺照片又不太相似 德國人的輪廓就未必放在你那裡 是比較淡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初時是小時候 媽媽告訴我 有很多朋友跟媽媽說 你的女兒為何會很混亂 原來我媽媽後來又跟我說 媽媽那邊是有少少的德國血統 就是外公是德國軍 有沒有見過呢? 沒有 很早是過了身還是大家住在不同地方? 外公是說我婆婆的爸爸 那個人 就隔了很多袋 所以我連婆婆也沒有機會看到 那你媽媽似不像呢? 所以還是因為 隔了很多袋 反而我舅父很像 然後我媽媽那一代就是男生很混亂 然後到我這個時候 其實我哥哥也很心能確 即是隔著的 我一開始想著 附加利是有少少血統 一定去過 原來我才發現 你是沒有去過德國 沒有 沒有去過德國 但是不好奇嗎? 不會想看看 那個地方是怎樣 自己都有少少血統 其實都想抽時間去的 但是一直都還沒有這個機緣去到 但是自己是想的 亦都聽很多朋友說的 挺漂亮的 我看到你剛才來的時候 遇到寶全叔 寶全叔當時 在扮演多拉A夢 我看到你很興奮 我很喜歡寶全叔 為什麼呢? 第一 多拉A夢 從小陪伴我長大 我覺得這聲音很熟悉 而長大了之後 都看了很多的綜藝節目 都是寶全叔去配 用多拉A夢的聲音去配音 我覺得他配得很好笑 反而你在公司是沒有機會見他的 反而沒見過 反而傷害就是第一次見到寶全叔 剛才都在想 如果他的朋友跟他聊天話 就很開心 我的同事也很開心 是的 很開心 我認識一些女生 為了掩飾自己的年紀 他們就會說 是叮噹什麼? 沒有聽過 我看多拉A夢 你的年代是看叮噹還是看多拉A夢 叮噹 絕對是 所以我是很辛苦 說多拉A夢 已經四個字 我也是 所以我們又溝通用叮噹 好啊 說說你自己 你在日本住了一段時間 剛才你錄的劇 幫忙說 日本如何透過叮噹 軟實力 去推銷日本的經濟 例如你自己家裡 多不多日本動漫卡通人物的公仔 或其他飾物擺設 之前我很喜歡沙拉夢 都很喜歡沙拉夢 我之前都會擺很多它的模型 也有牛奶妹很多 我覺得牛奶妹很多不同的衣服 很漂亮 我猜你來這個節目 或者錄這個節目之前 你未必有想過 其實家裡這麼多日本的動漫 其實就代表政府很成功 日本政府聽到你這樣說 應該很開心 因為它很成功把好東西推了過來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因為看這些東西 而令到日本很多幻想 甚至對它的感覺差很遠 是很好的 其實反而我覺得他們 他們真的生活上是很開心的 也是想到那個世界 是希望大家是和諧 也是充滿那種的朝氣 但是我在裡面住的時候 都會聽過 例如我工作的人跟我分享 日本人的情緒很壓抑 是 可能有時候就是 想利用一些動漫 一些卡通 令到自己的生活壓力去放鬆 但是我也知道 原來它壓抑的時候 很多日本人是會自殺的 很多人是選擇用地鐵去自殺 又或者是去一些森林裡 吊頸自殺 說回你在日本的時候 日本半年的時候 有沒有經歷過地震 有,經歷過兩次 厲害嗎 厲害啊 很厲害啊 因為你認為厲害 其實當地人未必 沒有 因為我聽過的故事 就是在日本一間酒店 還是不知哪裡 突然間地震 有些外國住 例如香港的朋友 走到大堂 然後就看到大堂的職員 完全沒有異樣 然後還問他 你幹什麼 地震嘛 文化真的很大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那一次我的經驗 只有我自己是一個Model Apartment 我可以說 原來我們是居住的平房 未必是跟國際酒店 因為國際酒店比較多 碎屎感覺 但我自己的房子 我會感覺到很多 膠的元素 原來這些就是可以用來防震的效果 我記得那一次只有我自己在Apartment 然後是傍晚六點多 然後我自己在廁所 好像在下妝 然後搖得很厲害 幸好你在下妝 在做另一件事就麻煩了 是啊 然後我走出廳 我是有個露台的 我已經看到那些電纜 那些電纜 是搖得很厲害 然後我很害怕 那我就馬上去另一間 我另一個Model的房間 拍攝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好像在地震 我應該怎麼辦 幸好另外有兩個外國的Model 就出來 Yeah I love Craig 然後我們就馬上去了地下 是的地下 但又不知道應該是在開空間 還是在裡面 因為在開空間的話 那些東西倒下就很嚴重 但是我在街上 我完全是看不到一個人 好像是我們那樣放張 或者衝出去跑 那事後知不知道有多少級地震 香港也有感覺到 香港也有一個報道 好像都有7.8 其實本身是我打算在那邊工作兩個月 誰知工作有很多機會 亦都自己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一刻我會在想 如果我要選擇一個退休的地方 這麼快要想退休 譬如我真的挺喜歡日本 有幾件事可能香港人未必知道 第一件事是我放垃圾方面 最初我覺得是很困擾 分類是不是 分類 我去過垃圾房 是一點臭味都沒有的 你只是不習慣 去到是什麼地方 我反而覺得很驚訝 我會覺得 為什麼可以沒有臭味呢 但是因為那些人的行為 他們很乖 都不是因為清潔物 是很行為 因為他們教我 譬如我會有些單張 教我如何分類 以及如何保持垃圾乾淨 他們教我 譬如喝完的汽水罐 吃完的快餐盒 總之觸碰過食物的器皿 你會扔的 都要洗一洗 先扔 現在香港慢慢興起這件事 但身邊朋友會覺得 神經病 好像你這樣說 我都扔了 我用來幹什麼 但他們真的會 用一個交叉也好 怎樣也好 除了重環作用之外 如果真的扔的話 他們都會洗乾淨才扔 那你回到香港的習慣 有嗎 有 有時我記得朋友會覺得 你經常擔心 你將東西不斷洗 一直沖廁 反而多於扔進垃圾桶 我真的清淨很多 不臭 你有時你夾了一晚 那你沒有扔垃圾就臭 我覺得這東西很好 另外一樣 我挺喜歡和挺想念 原來他們建房子 我當時是住南青山的 他覺得為什麼每一間房子的陽光都這麼好 不會說前面會擋住 原來他們建房子是有一個規條的 叫Sun Law SUN 即是太陽的新羅 原來一間房子建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限制 你建的高度一定不能阻擋你後面的房子的太陽 如果你是阻擋了 你要怎樣去建一個斜面 讓他們的陽光都會射回去那間房子 即是他們不會影響別人 我覺得非常好 香港有時一鋪鋪了就鋪鋪了我 本身之前那棟大廈的陽光 他們不會在乎 但他們是因為危險 如果你高的話就沒可能做得到 可能他們如果高的話 他們全部高的話 他們都會有少少這樣的改善 即是他們高度是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原來有這個新羅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之好 而另一件事我覺得是好笑 但也挺有趣的就是我的商場的時候 譬如說商場有三架升降機 兩架升降機是給普通大眾 全部人都可以去的 一架升降機是可以是傷殘 或者是疑痛或者是老人家才可以搭的 試過有一次整個地下都是人 那你就發揮香港人的本色 然後有一架升降機 那架升降機是要給雙殘 老人家的嬰兒才可以搭的 然後升降機的小姐就出來 有沒有老人家、小朋友、雙殘有事 那麽多人都沒有一個是這個類別的人 然後就問完了 那麽假如他已經沒有人進去 那我幾個人就問我們可不可以進去的 No 那麽多人 就算有幾架升降機都還沒上完 這架升降機都已經問過了 我當然是覺得有需要的人先回答 但我都覺得真的沒有 那你那一刻就覺得他們很坦白 為什麽要這樣呢 不可以讓我用 有少少 但是我又幾覺得good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 有時原則的東西就是要拿著 拿著它可以一直以來 那麽多年的文化 就是令到人家 這件事 就是日本人很有原則 亦都是很仔細 為什麽他們的食物可以是這麽好質素呢 譬如他們的水和空氣都這麽好質素 因為他們就是很有原則 那麽我見你在電視劇裏面 就不停地去拉花、沖咖啡 你自己懂不懂得拉花嗎 其實初頭我有問過監製 我用不需要去 真的要取一些Course去拉 那麽他就說 其實你知道一下手勢可以了 真的拉 他們已經請了幾個很專業的拉花師去拉 因爲我們時間緊迫 未必等到Kelly 你去轉身去拉出來 我們是要馬上拍了一個現成的靈 今天謝謝傅嘉莉 我剛才知道原來你是第一個電台訪問 就是大開世界 多謝你 很開心你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 讓 khi還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